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三條直線 第一條L是Y等於2X 第二條是Y等於2X加N 第三條是Y等於X加N加E 他說現在MN 他教你一點是P 那麼他第一小題 他問說不論A值如何變化 P一定通過某一條直線 那麼要求這條直線的方程式 我們現在來看 我就把他的焦點把它找出來 我就一減 P這個焦點把它找出來 我減上去 減上去的話就是 2分之3X 減掉2分之1A 加1等於2 所以X座標等到什麼 就是2分之3 X這個等到什麼 2分之1A減1 那X座標等到什麼呢 等於3分之1A 減掉到什麼呢 3分之2 再加2分之2 那現在我們看 Y座標等到什麼 外座標就隨便帶一個 帶一個的話 就是Y X 等於多少 X好了 帶這個好了 3分之1A 減掉3分之2 再加2分之A X是3GA-3GA-1 這兩個相加是6分之5A 這個-3GA-3GA X是等於3GA-3GA Y是等於6分之5A加3GA 我現在把那個A弄掉 就可以得到這條資金方式 就是說 我就把 那個 這個怎麼弄掉 就是說我把 把A找不出來好了 或者是把它乘以 把這乘以多少 乘以2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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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6分之5A 一減 一減的話就是等於2分之5X 2分之5X -Y 等於多少 6分之5A-6分之5 就沒有了 變成這個 這個就是多少 3分之5 3分之5 那減掉多少 減掉呢這個 減掉3分之1 好 那這樣得到 3分之5-6 就5-2 所以就得到 這條直線的話 就是把這移過來 Y 等於2分之5X 加2 就是說P這一點 一定通過這條直線 好 那麼 如果P點 在直線L上面 如果在上面的話 那麼P點做標多上 在上面的話 那就是說 這個跟這個的交點 第二個 就是說 P在上面 因為P一定通過這一點 通過定直線 而且又在這上面 所以就連立 連立的話一樣 我就給他一減 這個減這個好了 減上來 這個減這個 是0 減多少 2分之5X 減掉2X 這2分之X 2分之X 2再加2 那P點一個之後標是多少 X好就等於 互4 S等於互4以後 帶進來 互4 互4 互8 所以P點做標好 是多少 互4 互8